Hello AM730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Shin 張玉軒 我是Louise 黃丹尼 我們暫放完花 我們兩個其實都是第一次拍電視劇 對 第一次 很長篇幅 有多些內容 還有角色有很多發揮 我第一次見Shin的時候 我覺得她很沉默寡言很害羞 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但很眼睛 因為她真的很高大 她說很英俊 我就覺得很棒 我有個這麼棒的小朋友 再多看劇本就發現 看來關係很微妙 要有親情的就有親情 要有吵架的也有吵架 一開始就會很嚴肅 而且感覺會很硬 氣場 但當認識了Louis之後 當認識了Louis之後 聽編劇說她本身沒有石曉陽這個角色 她是加插進去的 因為她想整件事有一個張力 其實我跟姐姐的對手戲都很深刻 因為全部都是 一來都很有控狀 是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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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緊 應該是說 唯一已經比較輕鬆 就已經是在電話裡聊 但當一見到面 其實很多時候都已經 很有情緒 或者已經是有很多事情想說 想表達 即是會是 火星撞地球 都在高床位 是的 有的 有很多複雜的情緒 即我覺得不只是哭 又不只是歡樂 但又不只是一直都很沉蛙 是有很多不同的情緒在裏面 只有恐怖和不恐怖 即是你要撇除了 議員兩個位 但中間其實又包含很多事情 我自己是本身做模特兒 其實做模特兒之前 我也是打算做演員為基礎 然後我覺得要進修 要增值自己 就要上一些戲劇的課程 就上了兩三年 之後全職就轉型做演員 在電視、電影、舞台劇那邊都有發展 因為這套劇是比較長的氣氛 其實當我接到這套劇的時候 我會用盡我所有的時間 放在劇本上 因為我對自己的要求都很高 因為我不想出來 是這麼難看的 當我自己揣摩角色的時候 我就會關上自己的房間 和自己聊天 我覺得當然拍劇會比拍電影 是時數長一點 比較長一點 但其實核心的東西是一樣的 你都要首先去鑽研好你的角色 但要快點去投入在裡面 你要快點幾剔內就要完成 有時一、兩剔就要完成 所以你要真的拿捏得準確一點 做到那個感覺 但我比較舊派一點 我喜歡約別人去面對面聊天 因為這樣才能傳到你的關心 你提供你的感受的感覺 intentar 另外你的即首 pricing 他問求完一個人 永遠不會都遇到你在旁邊 打她的肩膀 即是一些… 斑逛的做法 如果一家的人、意度不回你呢? 看看是不是我喜歡這女孩 那你又對 真的要多加兩千育緊 你會做緊一點 其實真的不會 因為 他不以讀不回 我都沒有一定要 你為何不回覆 最大的信息 現在這個社會上 你都很依賴科技 在這部劇中 我們都是利用科技 去跟別人有特別的溝通 當你那麼信賴科技的時候 是否真的那麼信賴他 你信賴一個人 還是信賴一個科技 告訴你 你到底將會發生甚麼事 還是有人跟你說 將會發生甚麼事 但可能那個人 是否真的又是說真話 很多陰暗面的信息 就是要保持我們 我們要由自己的心態去看 分辨出這是真還是假 已經課師到將來會是這樣 但你怎樣去面對他呢 你要用甚麼心態 要用甚麼方法 你是會怎樣面對呢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 有留白給觀眾自己去想 我想做女殺手的 又或者我想做妖怪 妖精 甚麼妖精 蛇妖 紫妖 紫妖 在飄的 又或者 搞笑的 都不錯 但女殺手是甚麼 或者反轉 無論是專業地下都可以 在地上滾兩下才舉起槍 然後槍原來沒有子彈 再來過的都可以 我不抗拒於任何方式 都可以 甚麼風格都可以 最重要是 觀眾會看得有感覺 我覺得身為演員就很滿足 有一個專業 很專業 例如砌槍 你要很快 我以為是醫生或是律師 對不起 是砌槍 對不起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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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碰撫 就是 對那件事很專業 我演到那件事很專業 醫生 醫生律師那些都可以演到很專業 就是觀眾可以相信我是真是 嘩你真是懂得砌槍 嘩你真是一個醫生 我也覺得是一個挑戰 真的好像槍王那些 就是要轉轉轉轉轉 跟著才舉起那些 對 就是張國榮 你雙倍踢 對 那些 哈哈 這麼開心 是啊 哈哈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下小鈴鐺 晚安